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月亮 竟建在贵州的一座小山顶之上 这个地方叫做月亮山公园 隶属于盆州市中心 这颗人造月亮直径达到了40米 据说建造了4年 耗资将近1亿 据说人造月亮点亮以后 非常的魔幻也非常的震撼 但是这个与传统上的人造月亮不一样 因为它不能升空 太阳已经燃烧了46亿年 谁都无法准确推算出它的寿命 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开始研究人造太阳 还有人造月亮 今天呢就跟随我的镜头 我们走进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月亮 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溜盘水的盆州市啊 这个城市非常的奇特 看到没有 城市中间 我现在在城市中间的一个山上啊 下面就是高楼大厦 非常的繁华 在这边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啊 看见没有 这个被称为全球第一颗人造月亮 我们今天就来解密一下这个人造月亮 据说这个花了八千万兆对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月亮 晚上亮起来特别的漂亮 很魔幻啊 我刚看了一下这里的海拔大概是一千八百六十米左右 呃这个月亮呢高度是一百二十米 我相信啊它如果在夜晚点亮的话 这个占地是一千平米啊 最起码我觉得照亮个一万平米没有问题 不过这是月亮不是太阳 可能没有效果没有预期那么好 离这个世界最大的人造月亮越来越近了啊 我感觉很古怪啊 这个东西呢有人说像麦克风啊 确实也很像啊 在以前呢 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点亮过啊 其实这个呢总共见识见识耗了五年的时间 2018年8月完工的 这个听说呢这里的保安大哥说呢 近一年之内都没有再点亮过 可能是这个内部可能有什么东西并没有完工啊 哇好巨大好巨大呀 哇太近了 我感觉这里面装一万个人没有问题 真的是好巨大呀 这个玩意儿还可以往上走啊 这是条盘山道 但是现在不让车开上来 只能步行上去 哇哇哇 还挺远的 别看只有两步地 但是得步行个两三公里感觉 对面是盘州市啊 整个城市是绕着这座山而建的 还有个城市大裂谷 十分的神奇 我现在就在这个 人造月亮的正方正下方啊 遮天蔽日的 哎呀我感觉这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放一万人都说的有点少了 能放几万人 真的相当大 太壮观了 简直是 终于抵达这里了 造型非常的怪异 听说这个中间这个圆柱啊 说是一个酒店什么的 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有可能可能要搞一个餐厅什么的 这个建筑真是相当的魔幻 我们走近了再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离这个 人造月亮是最近的地方啊 这边还有土了 嫦娥奔月 这叫这上面写的是月亮山谷歌 哇 感觉这个有多大呢 像一颗小行星 我们继续往前探索啊 这边这个路应该能上去 好神奇 月亮山上的城市风景啊 依然无余 盘州这个地方啊 建的是真特别啊 看一看 风有点大 这个渣栏也有点高 哇 这风是真的超级大的上面 看到城市没有 走 我们现在必须进内部去看一下什么样的 哇 这里的风是超级大啊 哇 这个结构啊 像一个托盘一样 把这个月亮拖在了上面 感觉这边很多的建筑垃圾啊 建筑材料 不能说那种建筑垃圾啊 这边还没有完工 谁上不去啊 我们只能走到这边来了 看看 如果从这个梯子上的话 那也有个玻璃门挡着嘞 哇 来 正面看一下这个超级月亮 哇哇哇 真是好震撼 好震撼 哇 太强大了 后面这边呢 也让我给挡拦住了 进不去啊 只能来这看一下了 也许有一天这个人类可能真的用得到这个人照月亮 啊 这个绝对不是夸张啊 咱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真的好神奇